这是美国,时间6月25号,下午1点25分 然后看咱们小奇迹宝贝和天宁宝贝 这个时间段都在院子里 就是平时饲养员会投喂他们小零食的那个地方 在徘徊 看,在这里等饲养员喂他们小零食呢 然后呢,随后饲养员是有喂他们一点那个小水果 苹果 然后大家很快就可以看到 有几瓣苹果 大家可以看到我有红线圈起来的 现在还黑,看不到,等一下就能看到了 看这个地方 然后宝贝手里拿一块 我分析应该有一半个苹果吧 半个苹果吧,还有整个的 你看它是切开了那种 然后今天总体来讲的话 上午小奇迹还是没有吃什么东西 喝了一点蜂蜜,甜了一点蜂蜜 然后这个时间段给了一个小苹果 给了半个小苹果 等一会儿呢,小宝贝吃完苹果之后 她还是不满足,还要要 然后后来饲养员又给了一小块那个 小,很小一块那个就是 甘蔗 不过吃完了以后 小奇迹宝贝感觉心情稍微好了一点 然后之后就去爬了一会儿树 这个时间段他们是在饲养员在帮他们打扫室内 或者给他布置那个竹子,就添加竹子 不是说打扫吧,打扫的话他是把分辨打扫 现在的分辨也没有 不用打扫,他就直接把那个竹子给添加一些竹子 然后加一点小零食 天天今天的那个状态超级好 就是如果大家看到这个视频的话 我希望大家能去找我那个 去主页找我那个 另外一个视频就关于天天的视频 我单独做了一个天天的视频 天天表现超级棒 是我这么久 他们这么久以来天天表现 让我最开心的一天 感觉天天的状态超级超级的好 大家真的一定要去看一下 看了你心里会高兴很多 踏实很多 然后看他在吃那个小甘蔗 那个向阳点了一小块甘蔗 随后吃完了小零食以后呢 他就去爬了一块树 去树上待了一会儿 等到那个门开了以后 我就回到室内了 回到室内以后呢 他就去第一时间 就去玩他的漏食器 结果漏食器里面 也没漏出来几块饼干 是有了 但是很少 可能也就三几块这样 三四块 然后那个天天那边的那个饼干就给的挺多的 如果大家去看那个天天那段视频就能看得到 那个地上很多 漏食器里面很多饼干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给天天多给小奇迹那么少 我真的不明白 我觉得他这是有意的 因为小奇迹这几天 我观察下来 我觉得小奇迹的那个饼干越来越少 天天那边的饼干就还挺多的 就不明白是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我也不理解 这应该是有什么原因吧 或者他们就是想把小奇迹的这个吃零食的习惯给养回来 给调整回来 就故意不给他吃 我不明白 真的 然后这个时间段 他是 来个小无赖塔 看到这个行为 我今天看到这个行为 我觉得他心情没那么差了 就是我通常 当我判断他的那个生前的话 我是通过他那个每天的那个行为去判断 不一定准确 但是因为我观察他有几个月了 所以我有时候好像有一定感觉 他觉得他开心或者不开心 通常的不开心的时候呢 他是趴在那个岩石里很郁闷 他的岩石上 他对呢 你能感觉到他那个情绪非常低 他如果要出一些怪相的时候呢 我觉得他那个时候呢 心情没那么差 就我个人的感觉 他地上掉不出来几个那个小饼干 所以就是今天宝贝的一个状态